這部Sony RX0 II 跟上一代一樣 好像一部Action Camera一樣 看起來都是一樣的色 但今次厚了一點 全因為是今次加入了重中之中的反屏幕 今次這個屏幕一反 可能就成為市面上最好的Flocking Camera 今次Price立刻跟大家拿上手試試 讓大家初步認識這部相機 如果大家想繼續得到更快更新的資訊 記得Subscribe我們Price的YouTube Channel 再按鐘一有新片就會立刻通知大家 Mk2就放棄了固定式屏幕加入反屏幕 令到整部機的character完全不同了 有了1.5吋的屏幕之後 你就可以實時檢測自己在拍攝什麼 令到拍攝對象都擴闊了很多 就可以證明呼應到 其實官方將這部機定性為 分享生活點滴的最佳產品 今次這個反屏幕可以向上反180度 和向下反90度 便方便用家拍攝時可以立刻遷就位 不用怕自己在拍攝什麼 這部RX0 II有1吋的感應器 所以它根本是為了極高質素的影像而設的 在錄影功能方面 其實RX0 II可以支援4K30P的影片 而且它亦可以拍攝高達1000FPS 40倍的超級慢動作影片 另外它還可以拍攝S-Log2 讓你在後製時可以有更多靈活性 它還有內置電子防手震系統 讓你手臂時可以保持穩定性 而它影相的功能 歸功於這一吋的感應器 令人十分之驚喜 無論在細節和色調層次方面 都非常豐富 十分之有細節 而它亦可以一秒連拍16張 一次過拍129張GPG都沒有問題 而它亦有眼部偵測自動對焦功能 只要你按一按快門鍵 它便可以感受到你的眼睛 而且這次還可以選左眼還是右眼 這部RX0 II無論是Sensor 或是反光這方面 都跟RX100十分之相似 如果大家對這部RX0 II有什麼意見 或是想法的話 歡迎在下面留言告訴我們 因為我們很快便會跟它們見面 另外記得Subscribe我們Price YouTube Channel 再按個鐘一有新片便會立即通知你了 Bye Bye